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来跟各位谈谈,关于推背图的历史验证 很多关于推背图的学者,爱好者,然后对于推背图,都有很深的研究 那老师也对于推背图,也下了很多的功夫来去考证他 那么这期开始,我们就来一一的验证,老师对于推背图,在近代历史跟现在的状况,来做一一的验证 当然会有人想问说,哎!老师你为什么不直接从推背图来预测啊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这次的选举啊,或是中国的一些走势呢 因为其实推背图它有各种论点,众说纷纭啊 为了比较能够正确的,来跟来去推算我们现在局势,老师就必须怎么样呢? 先确认这个推背图,在老师这一个这一门里面的时间轴 前面时间轴对了 那才能够验证是说老师现在推了这个推背图的一个局 有可能才是对的 哦那这部推步图呢 其实根据老师这个很长时间的去研究 老师其实不断推演出来 这推背图当于现在亚洲群势 更到推到未来,老师也发现有令人炸舌的一个景象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研究出来的推背图 所演示出来的未来 他跟最近很火红的火星男孩 或者是众多的号称自己是从2045了2069了还是未来回到现在的时光穿越者的说法 是不谋合的 好来时间有限 我们不多说 现在开始来我们第一个推背图的解析 大家如果看过第一集关于我们推背图的背景解析的 接下来会比较清楚一点 老师要讲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我们第一集的推背图解析 请记得要去补看他才知道说 哎老师这一部这一部的神书 他到底有没有公信力 是人胡编的神话还是他真有其事呢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从上一集知道推背图撰写在唐朝 唐太宗时期 是由袁天刚跟李淳锋两位先生共同著作 而去验证推背图的历史的 是一位在清朝顺治年间的一位大学者家 叫做什么呢 金圣探先生 你现在外面能够看到的推背图 下面有一个金圣探柱的那位金圣探先生 所以这个前面前半段已经有谁 有谁金圣探先生所已经验证过的历史 好 总共33项 老师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金圣探先生已经验证过事情 老师在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那今天的老师就从推背图的第34项开始 也就是金圣探先生还没有验证过的推背图 我们来做解析 那这个第34项就是所谓的丁友 也就是所谓逊上逊下逊为风挂 他里面的颤文是什么呢 头有法 依怕白 太平时 王杀王 他的这个图啊 我们看这个图上 他里面是好像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白骨 然后再好像在河边旁边有芦苇 那他的颂约是什么呢 颂约是太平又见血花见五色章城里外衣 洪水滔天 鸟不锈 终原成见梦全飞 我们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老师针对这个图还是讲了一句话 这个图是辅助 因为这张图有没有可能是被更改过的 我们真的是不清楚啊 因为老师第一集有讲时代的变迁 后人可能会把图给换了 但是原来的称文跟宋约 这两个是一直都是沿用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文跟宋为主 称文跟宋为主 其他的图像 我们就看看而已 好不好 那这段说的是什么呢 这段说的其实就是清代的乾隆朝开始的内乱 包含了太平天国以及白连教这两个组织 那各位知道 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啊 那个人的头都是剃光头的 这是半边月亮头的 他其实是要退到后面去全光了 但是后来越留越长 留了现在我们清朝去只留半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清朝入关的时候 他们有颁布一个法令 叫什么呢 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要留住你的人头 那你就得剃这个月亮头 如果你 你要留 硬要留你们汉人的头发 那你就把头砍下来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规定 导致说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历史剧的清朝人都是留辫子的 那是规定 你要留头把你头就砍掉了 那我们的这个太平天国的 他既然是要反清的 他没有父名 他不是反清父名 他是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是所谓的拜上帝会 他是拜 洋人教的 拜天父的 那这个东西 他们当然不会去留这个头发 他们所占领的地方 百姓他们不用他留头发了 那士兵们也不会留这个辫子 所以说什么呢 里面的人都是已经有留头发的 早期像明朝时代的那种头发 那太平天国也是被清政府称之为什么呢 法贼 有头发的毛贼 叫法贼 那白莲 另外一个叫做白莲教 白莲教 他是比较偏向一个宗教组织演变出来的 因为白莲教本身是拜阿弥陀佛的 但是后来有些人就喜欢借宗教 然后去散布一些什么的政治理念 现在其实也常见了 有些人就办了什么社会运动 那其实是说是嘴巴说的是正义 实际上为了就是你要自己的政权吧 那这个白莲教就是当时也是这个状况 那这白莲教组织 当然很有几派 他们的衣服也是以白衣为主 主要目标 其实也是反清的 那这两个组织就应验了 这个像里面所谈到的头有法一怕白 那最后太平天国的确建国了 在历史上太平天国算是一个朝代哦 太平天国建国之后 内部的制度实在是太荒唐了 就是你人不能有钱 所有你收入来的东西 所有拿的东西都全部得交国库 但你没有规定 如果你这个兵是打赢杖的也也不管你你身上不能超过五两银子 如果你超过五两银子的 然后你就要打屁股 然后鞭翅打屁股 那你就算是你是将军 那你吃的东西跟你二等兵 一样都是一样大小 一样分量的 人不可以有私材 是这个意思 他是简直是比马列主义的共产党 还要共产党 超级共产党 但是他们那时候没有共产党这个词 就他们的是极致化的共产主义 这个样子状况之下 你要内部就出现了什么 利益分配不均 因为人不可能真的搅国库嘛 你下面搅国库 你上面你把黑起来 那建国之后还包含了 里面的东西南北闯之类的 各个的王 他们觉得权力分配不均啊 或是地位不公平啊 就开始产生了内乱 那这些内乱导致了什么呢 太平天国内的互相攻法 让原本可以清廷可以获得什么喘息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坐松你 打完之后 我再去打你们 渔翁之力了 最后太平天国在他只开国一两年了 就灭亡了 也应验了证文里面说的太平时亡杀亡 我们的图就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变白骨 还有他的宋文类什么 太平又见血花剑 武色张成里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锈 洪水滔天苗不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叫做红秀权 苗不锈 那你后面的制度什么都没做好 中原曾见梦全非 意思就是你本来想推翻满清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到最后都变成一场梦了 为什么?因为最后红秀权兵败之后逃到野外去只能吃草根度育 本来的皇帝后来只能吃草根 最后吃到有毒的草根 好 那就病死了 好 那这一个像讲的就是我们太平天国的白莲教 接下来第三十五项 也就是物须挂正上正下对上 他的称是什么呢 他的称文是西方有人竹踏神经 地出不还三台福庆 他的送是什么?黑云暗暗自昔来 地址铃和竹金台南有并容北有火中心成见见奇才 这个卦象啊 这个推背图这个象 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庚子权乱 也就是八国联军 义和团 他们所引起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最终他是攻破了北京城 烧杀掳掠 而且强奸宫女跟后宫非凭无数 并且把什么蜻蜓里面的大内珍宝西宿抢夺 到目前还有大量的中华民族的文物 流落在哪里呢? 大英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这是他们的战利品 所以说 无论是后来的无论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权去跟他们所讨 他们原来被他们抢走的战利品 那在这个状况呢 这时候蜻蜓 他们北要面对八国联军 南要面对白联教 这个非常危急 蜻蜓这时候已经非常危急了 慈禧带着谁?带着光绪帝整个往外逃 不然他们两个被抓住 清朝灭亡 那就糟糕了 整个中国 当时的中国 大中华或大清朝 整个就玩完了 我们就全部都被分割走了 他们一定得逃 那这个时候 忠心奇才是谁呢 忠心奇才就是称为庆亲王的义匡 出来力挽狂澜 跟这个八国联军去谈判 谈了一个很屈辱 但是没有办法 一定得这么做的 叫做辛丑合约 各位国中背的很辛苦的 就是这个合约 一定得谈下这个合约 然后把这个外国人都送离北京 带把皇帝迎回来 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八国联金之后的处理方法 但是回来之后 光绪帝回来之后怎么样的应验的帝出不还 为什么?光绪帝一回来 就被慈禧太后给幽禁了 把你关起来 把你整个关起来 幽禁把最后把幽禁到什么 因为到死亡为止 然后因为到死亡为止 就把他关在他的一个宫殿里面 就说里面送给才会有地址 离合租金台 把你关进去 出都出不来 那后来就由谁 由这个庆亲王义匡出来主政 就是帮忙的是什么 哎呀 这样被打败了 不行 赶快力挽狂来 力图中心怎么做呢 说推一些新政 这新政的力度跟幅度也很大 一直想要把这个国家给治理起来 但是可惜就是慈禧太后他这个人怎么样 老娘爱花钱 之前赔那么多钱赔出去了 都国库全都被人家抢走 然后还要再征收新的税 赔给这些洋人 那老娘就怎样 我就是一定要花钱来弥补一下我心中的不满 所以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你让我不开心一阵子 我就让你不开心一辈子 慈禧太后到后面一样的挥霍无度 所以说一框他到最后 再怎么想力挽狂澜 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哦 这个这个黄光细帝也被幽禁了 整个大清大萨将寝 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了 那最后的呢 继位的皇帝就是谁 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复仪 仅仅三年的时间 就投降给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由袁世凯造成的中华民国跟孙文啊 还有我们的孙文 投降了 成为什么迅慰皇帝 至此 清廷就灭亡了 所以说关于清廷的几个卦象 大概有四个卦象 他金圣探先生 他毕竟他是一个清朝的人 所以是说这个他找到的卦象 几乎什么是从3232卦 第32项到33项 34项 35项 32、33、34、35 这四个项里面 去决定了清朝从开国到灭亡 大概就有四个项 那接下来的项 谈到了就是到了中华民国的时代了 到了中华民国时代了 下一集 因为这集我们再讲下去时间会太长 我们下一集开始就要讲中华民国的推背图时代 也是很精彩 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才能收到通知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